吕布划破大气场的神迹天参 到底是怎么练成的 他与赤兔马人马合一 到底又有多强 昔日战无不胜的吕布 此刻已失去的伤腿 无法再战 但战神是不会屈服于任何人的 即便是神 就在这时 奇迹发生了 场外的赤兔马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他一路狂奔赐场内 他走到吕布身旁 他低头点着刚刚折断的血肉 奥称最长的男人 倒地绝对骨会超过三分钟 成功搭起人墙 率领千军万马 会主攻阿喊助威 吕布意会到了赤兔的战役 他凭借常人无法理解的意志 竟然再次战了起来 赤兔已做好战斗的准备 吕布一个翻身便骑上赤兔马 真可谓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 即便长背了伤腿 依旧保持傲然的姿态 他回想起小时候令人当万一生的场景 一颗百年的参天大树被雷神的意志批中 怂怂裂果中消干了所有之夜 如此霸道的力量 震撼着他用小的心灵 少年吕布追逐着来到了那边 他望着雷电焦焦的天空 他知道那里一定有着掌控雷电的神明 从那以后 他就下定决心想要挑战神明 场馆内再次被废洋洋 使用观众们亲眼目睹的战神吕布 与赤兔完美的姿态 最快的战马与最强的战士 最强者之间往往是惺惺相惜 此刻他们面对的战士 北欧最强雷神托尔 制度分饱起来 以右眼无法看到的速度疯狂转圈 与赤兔握住方天挖起的尾端 他将拼尽全力使出那道天下无敌的神迹 在很多年前 与赤兔早已取得了天下第一的名誉 可他人就不懈的追求着武术的巅峰 此刻准备着与最强之人对决 与赤兔每天都要魁梧战己一圈下 长年内月魁梧和断裂的战己堆积如山 尽管在旁人看来根本无法理解 他人就一复一日魁梧着场景 即便在寒冷的冬季 他也站在山顶顶峰勤家练习 终于在某天 他将三起场的战己拖鱼身后 这就是他武艺达到巅峰境界后 领悟了一招划破仓虫的独门神迹 天参 很以为根本无人能够见识极威力 此刻战场内的吕布 如入无人之境冲向对手 神胆杀神 火胆杀伯 波尔举起雷神之锤准备迎击 雷神之锤的心跳突然交出 这是他兴奋的表现 就在这时 吕布人马合一席卷而来 我所做的第一攻击 便是这个最終的一刀 宝布人马合一席卷而来 如果我能够进行 估计的练习 或顺利的咽出雷锤 到底是开天PT的天参厉厉害 还是一击毕灭的觉醒雷锤厉厉厉害 在强力的冲击下 两人的颜值已经崩坏 战场上产生了一道巨大的光柱 光柱直冲云霄 折杀了浩瀚的宇宙 两人仗直不下 但很快 吕布竟被光芒 涌掉了一只手 四姐蓝帝化身的光天化解 也融化殆境 只见托尔威风凛凛 毅力在战场上 胜负已分 吕布咬蛋残缺了手臂 吕布仰天长笑 这毫无保留的一战 让他死而无憾 他拍动制度冲向托尔 托尔给了吕布至高无伤的一拳 行使前最后一刻还在冲锋 这就是真正的战神 吕布真男人也 第一战神明阵营 雷神托尔胜 比赛耗时竟然高达16分28秒 这是雷神托最强九人一战 格鲁追问的大姐 西鲁特告诉他 灵魂一旦粉碎 就无再附生的可能 世界已成为宇宙中的尘埃 格鲁一听 瞬间情绪崩溃 西鲁特从悲伤与愤怒中缓破神来 他已决定第二场派谁 到个文件编码唯一的男人 下一集 人类之父亚当 对战众神之王宙斯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是曾湘君 我们下期继续